我想呢这个真的是妈妈把爱赐在了女儿的身上 今天我们也将这个事情发布在了天天视频会的官方微信上 网友们也在讨论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还有看法 妈妈的文甜蜜的文天之大为有妈妈的爱是结拜不下 在天天视频会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 网友们对于母亲未防智障女儿走失 在其身上文电话地址一事纷纷表示可以理解 除了发来文字留言更有不少人还发来了自己的好声音 用现唱歌曲的方式表达观点 到底对不起不是不爱你 只是不愿意又让你伤心 我是不是你对你疼我的人 你为什么我不说话 啊 这个人就是你啊 啊 这个人就是你啊 啊 这个人就是妈 啊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可怜天下父母心希望这名17岁的女孩回家之后 可以在母亲的照料下健康快乐的生活 为了对以上的网友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 我们也会有一份精美的礼品送给各位 请大家赶紧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 当然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也想跟我们微信互动 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天天视频 请大家赶紧看